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心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非常欢迎 又看到一些这么多旧的设施民 又一次 欢迎大家回来外界厨 回娘家 第一次没多久以前 因为大家都是华丽点召过 所以这次这么快又回来 不简单 还有人这么多 很欢迎 再给大家欢迎一次 因为在这个华丽点召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公共行政的实务 这回我们的重点是经营过 所以现在进一步 我们背起来营过的行政事务 这时间同样三十五分钟 要讲的东西一定很多 所以就要关心八个时间 不过我今天只准备两项而已 第一点当然 我们来过学习一个公共政策 初级的实务 这我们用三五分钟 再给大家学习一次 当然我们的重点今天是来过的事务 来过的事务我准备的内容 大家是这样 第一次来过的定义是什么 第二美国跟日本来过的比较 因为我们是日俗美战 所以我们来了解这两个国家的来过 在那里有什么差别 再来当然我们就要了解 我们的来过将来要怎么拨债 最后再来说来过的行政事务 大概是什么样 来 刚才我们的学习已经说过的这些公共 行政的实务 行政的角色 我们要主要就是了解说 行政是在服务这份法律的角色 它不是在过世法律 它也不是在冲作法律的 所以行政的有句 就是要根据法律的规定 一切要根据法律来办理 这个意思就是 你做行政工具的人 本身不能违法 他也不能无法无天 就是说无法律的时候 你也不能做 不可以自己解决就对了 再来我们的变财 再来我们的变财 中央和地方都有 地方有酒和君 这些行政机关 我们要把分罪政府机关 和事务机关 事务单位 说到的 行政 干涉到的 人和事情和资 这我们党会都说过了 领土改善的行政事务 要整个良好的行政典容 培用自动自发的保障 因为就要依法编列预算 最后 大家共同探讨的就是说 我们接政的时候 国际行政官员 要做的关系 是监督 控制 和裁割的关系 不是要接 接办业务 走 今天重点 我们来国的行政事务 来国这个定义是什么 我们头上已经有说过了 行政机关 可以分罪政府机关 和事务单位 这个行政机关 中央也有 地方也有 所以 可以说 中央的政府机关 就是一般所自的来国 当然 我们现在也可以说 我们旧政府 将来也有 它的来国 这是 较 广义的 公反 一般我们所了解 来国应该是 都自动用政府 这对 这个动用政府 就是在自什么 现在的 Chinese Taipei 它就是说 它的部会 日本是用 听到性来做代表 美国跟人不一样 都用 Department 其实 美国用的 Department 应该是 就是一般人在说的 Ministry 他们怎么可以说 这个Department 我们现在来看 美国跟日本的 来国的这个比较 这两个的比较 尽心识 因为差别很大 日本是拆除来国质 美国是拆除总统质 还是怎么有这个差别 日本天皇 大家都知道 它代表 日本这个国家 政理方面 是来国在处理 日本的来国 是包括 来国的修训 和来国的大臣 美国不一样 美国的总统 本身代表国家 但是 他因为是来国的生亡基因 美国的来国 内阁 包括总统 他们怎么说 因为总统 其实就是行政这个部门的代表人 所以有这个administration的意思 这些格员 美国的这个部门 是美国总统的秘书 他的英文的title 他的英文的名字 都叫secretary secretary 就是他的秘书 总统的秘书 所以他这跟不一样的所在 在这里就出现了 所以我们刚才来说 美国外婆 他的部 怎么会称呼 这个department 他是总统的一个部门 这样 如果照这个理议来过世 他比较不资助的管理 一切管理都落在总统的手 可以这样说 其实他的部门管理也很大 我们现在再来看 日本所有的教员 他的宣传有规定 14的至17的 不超过 美国呢 美国的教员就不一样了 美国的教员 到了14的部门的医院 他还记住一个总检察长 那个总检察官 最大的检察官 他也包括在内阁里面 到了这个医院 我才还给他写一个X 可以够阶纏的 美国总统可以够阶纏的 现在出名最能够了解的就是 白宫办公室主任 那个因为算好像部门叫的 如果在开来过会议的时候 那个因为都差不多会参加 另外一个就是国家安全会议的顾问 那个因为在爆发这个X里面 所以只看这些我们就能够看出说 日本跟美国的这个 来够多的差别 再来我们也能够看出说 还有其他的差别 日本的首相是甘接的算出来 怎么说 日本人先算他的议院 在议会里面 议院才推算他们的首相 所以首相是甘接的算出来 美国呢 美国跟不一樣 我跟他说是甘接的议算 他两边都有嘛 我本是直接算他的那个选举人 孙芸林 这孙芸林才算总统 所以我跟情侯说 給這間接的立選 意思也是有一次跟日本間接的一樣 不過日本在投票的時候 他不是說這票要投給總統的那票 美國這邊有間接的立選的意思就是 你在選選舉人的時候 你投的那票就是要選總統的 所以我們可以稱呼說這個是間接的立選 再來還有一個差別 日本跟美國 日本的首相格言都差不多是國會議員 尤其是首相 只靈魂規定是國會議員選出來 但是美國的總統 因為他是間接的立選出來 所以他不是議員 不是國會議員 美國的憲法也有規定 他們兩個國會的成員 這個國會議員 不能再減一個 意思就是說他們不能 本身是議員 本身是議員 然後去接 來國的任務 所以在這裡 因為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說 日本的內閣 這個內閣 內閣的成員跟修正 都是國會議員 如果是這樣 我們知道國會是什麼 立法機閣 政府是行政機閣 政府是行政機閣 日本的這個內閣 是不是有一個 參選 求援間裁判 這個 美國就沒有了 他議員 國會議員 不可以減作內閣的教員 所以 美國的三權分裂 很明顯 日本這個 就有一點混亂 這個因為是 人在批評的 一個地方 這個跟 德國一樣 德國因為是 使用這個 內閣的 所以求援間裁判 所以有時候 國會在開會的時候 那個 部長 可以走下去 會到 一個議員的位 那邊發言 他也可以走 部長的位 代表政府 來接受 這個政文 這樣 所以 跟我們介紹 當然 要了解 這兩國的 那個 政體的運作 還有很多 很多的事情 要了解 我也沒有了解 我不是特政筆的 所以 跟各位一樣 一般 使老百姓 所了解 所需要 知道的 就是這樣 所以 我們現在來說 我們的內閣 將來 要怎樣 我們跟這段 有意思 因為 國會都是 政治局 跟私部局 的成員 所以應該 我們知道 我們跟這段 會叫上 就是 發分 兩個五分 政治局 跟私部局 現在 我們的 政治局 跟私部局 沒有 限制 一定是 中央的 政治局 還是私部局 私部局 當然是 做 行政的 業務 現在 新的 有開始 在研究 對不對 新的 會 有 考慮 要 將政治局 跟私部局 統合起來 慢慢 化分 做 一般 正常國家的 這個 內閣 和中央的 這個 私部 單位 我們說 中央 其實 這個 包括 酒 酒 一樣 可以分裂 說 酒的內閣 就是 酒的 政府機關 如果 酒的 私部單位 就是 在 接辦 私部 私部的 單位 是嗎 記得 說 我們現在 中央也有 中央的私部單位 OK 我們再學習一次 私部單位的私部 介紹 人 和事情 和錢 這就是以前我們說過 中央一次 這個 領導改善 一樣 就要做這三項的 重要的 空間 如果 接管的時候 這個 監督 控制 和制裁 仍然 需要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所在 就是今天我們要說的 主隊 內閣的 行政事務 內閣的行政事務 我們既然說 內閣是 中央政府 它的任務是 政策的研究 研究 跟議定 所以 中央的內閣還是 舊的內閣 同樣 獨立 有一些 行政事務 要做以外 它要包括什麼 死負擔任 應該要有的 行政事務 就剛才我們說的 跟 政策 願意 相關的 行政事務 你要制定一個政策 要有什麼 行政事務 要做 在這裡 以我的 叫上 跟大家介紹 這三四項 頭一項 就是發電 還是切出問題 你要做一個政策 先要 了解 你的問題在這裡 再來 你有問題之後 就要了解 這個社會 還是老百姓的 紓要 需求 在這裡 再下去 你了解之後 就可以開始 研發 解決方案 現在又下去 就是 草宜法案 你就開始 寫那個法案 這個法案要做什麼 就是法案你要 拿去內閣 來閣統計之後 再交給議會去討論 議會如果討論什麼 統計 變成政策 有政策 就是什麼 行政單位 就有義務 就要根據這個政策 去變議選 去執行 不可以參選 古早 有一次 我不知道 怎麼說過一個故事 因為最近發生 十分的問題 所以才發生 就說 以前也發生一次 發生的那個 食品問題是 海中什麼 黑熊 SARS 說什麼 無人敢喝 有一個什麼 什麼食品的 什麼 殘料還是什麼 那個 spice裡面 有一個 連黑熊的 那個氣水也無人敢喝 當然 黑熊氣水 古早 在台灣是很出名的 黑熊公司也很大 所以他就能去塞農 議員 去問 這個 中華民國的 政府 那個時候 衛生司長 去用桌子走不路 他說沒錯沒錯 食品衛生管理辦法 是我在管 因為他是主管機關 所以是我在管 但是呢 我那個衛生署 只有七個人而已 食品衛生科 七個科研 他說你想看看 我用七個科研 要怎麼管台灣所有的食品 大家想想說 也是有利 七個人怎麼管他 其實呢 不對 你如果教我們的想法 正常的正行也是要這樣 你既然是符合這個法律的執行 你就要想辦法 你要怎麼執行 你欠人 欠錢 你就要變惡善 向立法院 討錢 討人 立法院 如果沒有給你 這樣 那是立法院的質疑 你如果沒有給他討 那是你的質疑 所以他絕對不能說 我只有七個人而已 要怎麼管台灣所有的食品 所以那個部長 那個書長 會說 我們的薪水是白料的 他沒有寄大家領那個薪水 可惜 不過那個不是我們的人 沒關係 那個現在做中華民國 中選會 下面主任委員 那沒關係 OK 這是一個故事 剛才那個 參議長說很多故事 讓大家笑 所以我說這個故事 雖然不可以笑 但是 可以讓人了解 OK 我們現在 還有一段時間 我剛才在說的是 內閣的政策演於 這幾個步驟 發現 還是擦出問題 改割社會 了解社會 和變性的需要 研發 改割的方案 和 抄議這個法案 聽起來很 理論的 嘛 那不是 我們現在拿一個實力 來試看看 看這樣要怎麼做 什麼實力 我們不是經常聽 畢書長在說 說中華人 我們來接情之後 每一個十八歲以上的大母子 我們都要給他一間房子 這就是我們將來要定的政策 OK 各位 來各位官員 你要定這個政策 要怎麼定 我們先開始 你要定一個政策的時候 要發現問題 我們現在有這個問題 我們找到了 我們的問題就是要解割 十八歲以上的 要一間房子給他 你要了解社會的需要 頭一部 社會的需要 我們知道 都需要十八歲的 都要在一間房子 再來要的需要在哪裡 我們台灣現在要分成六歲 每一歲 有多少十八歲以上的 我們就要統計嗎 要調查嗎 十八歲以上有家的人 當然不能領 那也要靠得了 到時候 可以拿到一間房子的人 人數 我們開始通計之後 是不是我們也要統計 每週 空房子還有多少 可以用的房子多少 如果不夠的素量是不是 就要研究 要再去房子 對不對 了解了後 那些資料要從哪裡拿 當然從通計資料 可以拿出來 現在要怎麼分 在研究解決方案 家裡有大經有水經 也有豪宅 將來我們有可能去接到一些豪宅 那不會不會出去 對不對 也有那個 不是豪宅的 在我們家 你現在要怎麼分 大家也要逛豪宅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 是不是要想辦法 要怎麼解決 我們大家都不是起床的專家 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很好的辦法 大家聽到一定的公聽會 我們就舉辦一個公聽會 請社會所攸關的 單位的代表 大學生也好 大學生也好 勞工團體也好 農民團體也可以 社工團體 環保團體 建築工團體也好 建築家的當然也要請 倫 倫行的代表也請來 因為現在要 在那些 開始要分手 那些 有可能就要 運用到金融 這款代表的問題 就開一個公聽會 如果一個聽不清楚 又開第二個第三個也沒關係 對不對 一直問得清楚 問得了解 知道說 我們現在要怎麼做 所以各位就可以開始 要是 初期 要是說 各位那個方案出來 改革的方案 就可以列出 那如果知道 要怎麼改革 這個方案 有了 就要開始 寫那個 法律的條文 這個法律的條文 要怎麼寫 我們大家都不是 特法律的 不過沒關係 現在 中華民國的制度裡面 每一個部門 都有一個貨罪 對 還是什麼法務事 還是什麼法規徽 那些都是特 法律的 要求他們姓誰 我們這麼好 我們拿來看 有好我們的意思嗎 對不對 我們可以做 感動 控制 和財管 現在這個法案 我們認為說 可以 這樣 有符合我們的理想 如果是行下去 不會出毛病 不會去用頭鋼減料 還是 去給什麼人 因為 國養主要報告他 他也要拿一間房子 前來 台中 他也說 我也在台中 他也要拿一間房子 這種問題 要怎麼比喻 這都在法案裡面 都要寫得清清楚楚 現在要怎麼搞 來個 先去討論 因為這個法案 有可能是 管理 管理建築方面的 那個單位 收集出來 也有可能 是管理 貨擠 那方面的單位 拿出來 所以這個法案 也可以變成 看部會 的一個法案 就是我們這樣說 分工合作 分成負責 就可以變成 經過來過的法案 要交給議會去討論 議會討論什麼 如果我們統計 就變成這個政策 開始就變成政策 變成政策 變成政策 我們的行政軟位 就可以開始 變惡選 如果需要請人 就要請人 就可以推行這個政策 這樣這個 把各位這樣說明 大家可以了解嗎 有人有更好的辦法嗎 應該是差不多這樣 當然多多小少 我們也自己可以發揮 自己的辦法 你如果剛才有什麼問題 可以利用其他的方式 其實 我們剛才說到公廳會 公廳會 每一個步 每一個改善都可以用的 你要找一個問題 像說台灣現在老化 社會老化的問題 每一個經常在補 我們老化到什麼程度 這個應該 在將來我們的社會單位 接種後 應該是很大的口罩 我相信每一個家庭 都有老人的問題 為何 中華民國中這個問題 撒起給外老 說你如果老人要照顧 你就請一個外老就好了 他就不用改革了 其實 這是國家的任務 國家要做 可能大多數的人也知道 日本 對老人的照顧 現在是世界第一 甚至後面的國家還沒得到 那就是 日本人的團結的精神 和尊重老人這個觀念 所以更加苦 他們也就要照顧這些老人 他們不會說 我們就要請外老就好了 所以中華民國在請外老 這是在推卸責任 不但在推卸責任 他又開發一個賺錢的路出來 對吧 因為台灣你就要申請 要他們自己的人 去外老的國家 去招募外老 再招一招 所以兩邊都招 所以吃開的 其實也是要外老 可惜我們的老人 就要交代外國人來照顧 說得嚴格 那是我們的建修台 對吧 OK 雖然時間還要到 我提早下課 讓大家以前休息 以後如果有問題 我們大家就好想 再來討論 謝謝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下課休息10分鐘 我們現在下課休息10分鐘 早上課休息15分鐘